有一个心理学家他去精神病院去做一些实地的访查 因为这对他的专业工作跟研究工作会有很大的帮助 于是呢他到了精神病院之后搜集了很多资料 也看了很多病人的状态之后 满心欢喜的要离开了精神病院 他一走到他停车的地方 一看到他的车整个看傻眼 为什么呢 一台车四个轮子 他只剩下三个轮子 不知道哪个缺德鬼把他的一个轮子拆走了 那这个时候其实也没关系 我们开车都知道车上一定有备胎 于是呢他把备胎拿下来 要把它装上去 结果准备要装的时候 他又傻眼了第二次 为什么呢 因为啊要装上轮子的四个螺丝也都不见了 这也就意味着 我虽然有轮子 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把轮子安装在车子上面 他那边看了半天想了半天一筹莫展 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是呢这整个现象旁边有一个精神病患 也全程目睹 这个精神病患哦 东看西看之后 觉得这个现象实在太有意思了 于是呢就凑过去 问那个心理学家说 哎我有办法帮你解决问题 你要不要听听看呢 心理学家刚开始根本不想理他 会觉得你就是一个精神病人嘛 那你能提出什么样的一个方法 结果后来哦 这个精神病患又很如啊 一直如一直如一直如 这心理学家想说好吧 反正我就听听看嘛 不然我也只能在这边干等 于是呢这个精神病人就说 那还不简单 你呢不是有另外三个轮子是好的吗 另外三个轮子上面是不是各有四个螺丝 你只要把另外三个轮子各拆一个螺丝下来 然后呢把这三个螺丝拆下来的 再把它安装到你的那个备胎上面 于是呢你的四个轮子各有三个螺丝 还是有固定的效果 你就可以慢慢的把车子开走 然后呢开到可以帮你修车的地方 这绝对可以做得到的 结果呢哇这心理学家一听 这太聪明了这个方法 于是呢很好奇的就问这个精神病患说 你是怎么想到这个方法的 结果呢这精神病患前一分钟 还头头是道的分析道理 后一分钟马上变回他正常的样子 正常括号 于是呢就疯疯癫癫癫笑笑闹闹 跟心理学家说 诶你不要看我这样子好 虽然是个疯子但我不傻啊 OK这个故事跟你讲到这边 这会让你想到什么 这个故事听完之后我心中浮现出一句话 这句话就是有一种病叫优越感 曾几何时当你受到了比较好的教育 或者是你住在大城市里 又或者是你可能有比较好的工作 于是你看那些可能住在乡村的人 于是你看那些学历不高的人 于是你看那些工作上可能没有你这么好的待遇 没有你这么好条件的人 你就会觉得他们是次等人呢 我们对于这样的一群人已经失去了倾听 但事实上来说 其实人与人之间有的只是差异 有的只是我跟你之间的不同 他并没有等次的问题 并没有谁高谁低的问题 就像这个故事里面 这疯子说的啊 虽然我是疯子但我不傻啊 这还让我想到有一个哲学教授 曾经问他的学生说 如果你认识一个人 他每天出门之前都要用报纸 把全身包起来 再把衣服穿在外面 他是个好人 工作认真 努力 带人和善 然后呢 他这一辈子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 他唯一特别的地方就是 他每天出门都要用报纸把自己包起来 那你会怎么看待这个人 换成同样的问题 我也问正在听这一段内容的你 你会怎么看待这位报纸人呢 你会不会觉得他是个怪胎 你会不会觉得他一定没有那么简单 他一定是有一些很严重的问题 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可是如果回到你我自己身上 每个人的人生走到现在 谁没有一些怪癖呢 就以我自己来说 我看电视的时候 我调整音量 那个音量的数字一定要是2的倍数 那你会不会觉得我很怪呢 其实我们常常会不假思索的 把那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 当成是奇怪的人 当成是可以被忽略的人 当成是一个非我族类的人 所以人类历史上有很多很多的悲剧 就是因为这样的心情 我们其实不太能够容许 也不太能够接受 别人跟我们不一样 但是这大千世界之随美 之随值得我们去享受 就是因为大家都不一样 它才有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这样的美好 不是吗 所以记得一件事情 人与人之间有的只是差异 而没有等次的问题 更重要一点是 有一种病叫优越感 你得了这种病吗 要治好它其实很简单 药方就是尊重与接纳 我是凯宇 跟你做分享 如果你喜欢我制作的内容 请在影片里按个喜欢 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如果你对于七点文化的商品 或课程有兴趣的话 我们在每一段影片的说明 最末端都有相关的连结 凯宇很期待 有一天在七点文化教室里 能够见到你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再会